就在塔利班強勢回歸阿富汗之後 西方也退出了阿富汗這裡 很多人說了美國的力量削弱 這個中國大陸天秤上另外一個強權 會不會也加大力量來介入阿富汗這邊呢 我們就來看學者的分析 布魯金斯的學會高級研究員哈斯 他說這個多數的中國人 其實對於要改變阿富汗 完全不抱任何幻想 那沒有將阿富汗變成 中國治理模式模範的國家雄心壯士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中東這邊 安全的問題真的是備受考驗 尤其在阿富汗這邊 戰爭衝突也非常頻繁 所以哈斯認為 中國大陸一定會得安全形勢 符合他們自己的需求 才會在當地來拓展利益 所以他也進一步分析 北京非常憂心 將不穩定會輸出到周邊國家 甚至也會外溢到中國這邊本身 因為其實阿富汗跟新疆是距離非常近的 伊斯蘭的君主主義也可能會有效仿的模式 那中國大陸這邊又怎麼看呢 其實他們的外交部長王毅 也曾經在19號的時候 跟英國的外交部長拉布通過話 他們認為軍事干預解決地區熱點的問題 是一個沒出路的 所以阿富汗不穩定不確定性非常的大 那應該怎麼解決 王毅是認為說現在國際有點在施壓他們的感覺 不應該應該要用鼓勵引導的方式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還有這個阿富汗的部分確實關係非常緊密 這或許也是塔利班現在的外交策略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